内政部推出设宅租金分级收费草案 未来收费原则将从原本的所得分级改采身份别 也就是不看薪资高低 改看是否具有经济弱势户等资格 但消息一出台北市长蒋万恩率先喊出 年轻人实质低薪怎么办 但内政部新闻稿却说台北桃园市府都不反对 桃园市长张善政20号也打破了沉默 质疑中央政策 社会住宅租金分级中央大变革 原本用所得收入来分级 如今却要改成身份别 举例来说经济弱势的中低收入户 或是社会弱势户才能享有较便宜租金 前北市社会局长许立明痛皮内政部大开倒车 蒋治府更质疑那些刚出社会的低薪年轻人 却没有中低收入户资格应该怎么办 不应该为了避免过度补贴 而让这些没有办法满足身份 但实质低薪的年轻人或者弱势族群 没有办法享受到社会住宅这样的政策 希望能够维持以所得分歧来收费这样的原则 北市府不赞成 但内政部却说过去地方制度 才是措置过度补贴 更说台北桃源市政府都支持认同 不反对却被秒打脸 这个我是看不懂那句话 怎么叫做措置补贴我并不了解 这个制度其实是郑文燦市长在桃源市长任内就提出来的做 中央跟地方密切讨论 这个不需要吵架 因为这两种方式我都采用过 那我希望内政部整合各地方的意见 原本补贴弱势美意 如今却成地方中央战火 在开会的时候 大家都有表述不同的一个意见跟建议 那其实大家也都不反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天花板 但如果是在这个上线以下的话 我想我们都可以接受也乐观其成 内政部长亲上火线事宜 但身份别衍生问题却是依旧没说明 毕竟社宅诉求居住正义 却怕改革完毕 年轻人却成为制度漏洞 更加软囊羞涩 记得陈武强如伯冲冯浩宇 林祝强台北桃园 正好报道